1.汽车和单车自行车有什么不同? 汽车要加汽油,自行车只有两个车轮,汽车必须有保险。 汽车行左,自行车行右。 2.若驾驶时突然爆胎,应该如何? 立即停车看,立即稳定方向盘,按喇叭,打上指挥灯。 3.当高速公路入口线很短时进入,交通行列最安全的方法是逐渐加速, 以使其他来车看见你。 4.利用公路左线,以达车航速度,等候较长的交通间隔,再立刻加速进入, 尽量利用入口加速到以达公路速度。 4.哪种车祸? 你必须向公路局报告,有人受伤,有人受伤或者死亡,有人死亡, 有财务损失,不论它的价值是多少。 5.在纽约如有一辆小车停在路边上下学童,车的红灯闪烁发亮, 这是表示什么? 你不能从任何方向超车,如果路上没有学童,可以超车。 如果你和校车同在一条车路上面,可以超车。 如果中间隔有一条安全小岛,可以超车。 6.驾驶时听见救护车警报声音,应该怎么做? 减低车速,但在你看见救护车之前不用停车,一直开车,直到你看救护车为止。 加速并在下一交叉路口转弯,将车开到路边,直到确定救护车, 不在你的锁形街道上为止。 7.公路中央有条白色断线,表示什么? 只有你的车子转入交叉路口时,方可超过此线。 只有你超过他人车子时,方可超过此线。 如果不妨害交通,你可超过此线。 只有你的车子转入车场出入道口,或小巷时,方可超过此线。 8.有一辆校车停在路旁,司机挥手让你前进。 你该如何? 暂停。 等校车开走后再行前进。 如果校车尾灯停止闪烁,再行前进。 警察指挥你走时,再行前进。 小心驾驶前进。 9.如果你要在一条狭窄街道掉头,第一步应该如何? 先打右转讯号,车子再开到马路右边。 用方向灯打一左转讯号,车子紧靠马路右边。 用手打一停止讯号再行停止。 看下镜子,然后左转开向对面路边。 是,你将车子靠右停在一条没有边时,向下倾斜的道路上。 在离开以前,应该如何? 将前轮转向右边,再用刹车杀住。 将前轮转向左边,再用刹车杀住。 前轮和路肩平行,用低排挡,右轮压在路肩上,再行刹车杀住。 11.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主要不同之处何在? 摩托车只能在高速公路最右端行驶。 高速公路上汽车使行的速度较高,货车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。 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较多。 12.下属四种标志或人员,你最应该服从的是谁? 闪烁的红灯,停止标志,交通警察,固定的红灯。 13.在以下哪个地方? 即便是暂时停车,也是不允许的。 在公路桥梁上面,在车辆进出路口,火车平交道50时以内,消防车前面。 14.什么时候你才有路权? 你从一条私人车路到车处来,你从停车场开车处来,你已经在车流中,你正要开进交叉路口。 15.当你的汽车右轮开上路冰软地时,如何开回公路来? 停止加油,并且将方向盘轻轻地向左转,将方向盘尽量向左转,然后轻向右转。 踩稳刹车,将车停住,踩稳刹车,并将方向盘稍稍向左转。 16.你平行倒车进入两车之间,以后应该如何? 尽可能将车向前移动,前轮摆直,前后两车之间留些空地。 倒车差不多碰到后面的车子,将前轮转向道路。 17.你在超车前,必须算准时间和速度。 如果你要回到原来的车路,你必须离开这辆车子多远。 150,100,50,200,18.车前灯大概可以照亮道路多少尺? 450,750,350,250,250,19.在公路上。 直视驾驶人员进入适当路线转弯,是哪种标志? 闪烁红灯,路旁白色边线,闪烁黄灯,路上油漆白色箭头。 20.为什么要设置最低速度限制? 显示道路状况,车辆行能顺利进行,侧验交通标志,增进行人安全。 21.当你刹车时,车子向一边倾斜。 原因是什么?轮轴弯曲,驾驶头基建陈旧,轮胎划纹磨光,刹车需要修理。 22.从高速公路转入普通公路,你该如何? 减低速度,以达到限定的速度。 看下速度表,调整到较慢的速度,再加油站停车,检查你的汽油、机油和轮胎。 你的车和它车之间保持普通两倍的距离。 23.你在消防船旁边停车,规定最少距离是多少? 15尺,9尺,12尺,6尺。 24.在交叉路口,有一红灯,一绿色箭头的交通灯号,表示什么? 等间绿灯,再向任何方向前进,完全停止,然后向箭头锁指方向前进,向箭头锁指方向,小心前进。 等间绿灯,再向箭头锁指方向前进。 25.高速公路的匝道引道有什么作用? 供货车开入高速公路前是演刹车之用,供驾驶人员进入高速公路前加快速度之用,供驾驶人员超过慢速车辆之用, 供过路客人搭乘便车之用。 26.何处禁止停车?房屋入口场所,单行街道,人行横道,学校附近100尺。 27.交叉路口,有一红灯闪烁。 你该如何? 只在交叉路口有车辆时方才停车,只在交叉路口有车辆进来时方才停止,完全停止。 等交叉路口车辆走完时再行前进。 减缩,小心前进通过交叉路口。 28.盲人在何种情况之下有路权? 穿着浅色衣服,由旁人扶着,使用白色拐杖或牵着引路的狗,戴着全黑眼睛。 29.你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忽然抛锚了? 你最好怎么办? 设法将车子推出道路,让车子停在路中,叫一辆拖车来,离开你的车子,走到安全场所,等警察来帮你推车。 30.你有行路优先权是什么意思? 你可一直前进,但不得转弯。 如果没有危险,你有权先走,你可一直前进,或随意转弯。 你没有小心留意的义务。 再见。 Goodbye。 Saiyou na la。